二战前夕意大利入侵 二战前夕意大利军队还真就让非洲的黑叔叔给胖揍了一顿 1935年意大利不顾国际刀义 悍然入侵非洲东北部的埃塞俄比亚 巴比西尼亚遭到了埃塞俄比亚人的顽强抵抗 虽然意大利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但意大利损兵者将最后连武器都用上了 才勉强摆平了埃塞俄比亚 众所周知 意大利是二战时和德国日本平起平坐的世界级强国 为何会被一群土著搞得灰头土脸 第一 埃塞俄比亚是二战前非洲为数不多的几个独立国家 是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君主 立宪制国家 并非人们想象中衣不避体 手拿长矛的非洲土著 埃塞俄比亚在皇帝海尔赛拉西的领导下 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 国力蒸蒸日生 特别是在军队和国防建设方面 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就 二战前 埃塞俄比亚拥有四十万以上的现代化军队 最精锐的皇家陆军装备的世界一流的曼丽夏卡尔卡诺和毛色步枪 而且经过瑞典教官严加训练 远不是普通的非洲土著可比 战争爆发后 埃塞俄比亚军民抗议情绪高涨 全民同仇敌汉 正规军和民兵一起上 阵地战和游击战一块打 意大利跑到人家地盘上打架 吃亏是必然的 就是换成德国去了 也未必能占多大便宜 第二 意大利是列强中最弱的一个 不管是经济 资源还是国力都远 逊色于其他欧美列强 因武器装备不足 意大利军队数量比较有限 而且武器装备相对落后 特别是陆军一直不受重视 远远逼步 上海军和空军 而打埃塞俄比亚海军用不上 空军用处有限 虽然意大利集结了三十万军队 入侵埃塞俄比亚 但由于意大利军队不愿意打仗 同时东非距离意大利本土遥远 意大利的后勤补给跟不上 所以面对数十万现代化的埃塞俄比亚军队 意大利军队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优势 同时由于埃塞俄比亚地形复杂 气候炎热干燥 所以意大利军队非常不适应 现代化的机械化部队作战效能也大打折扣 想打赢埃塞俄比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 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的军队伤亡 大部分来自吉兵、尼璐等各种非战斗减员 所以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识别很正常 第三 埃塞俄比亚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 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 一埃战争后 世界各国普遍选择意大利 应法迫于压力 也不得不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 国联禁止恶会员国向意大利提供武器 贷款以及主要债 瑞伍兹 就连意大利的盟友德国 为了让意大利无暇干预欧洲事务 都在暗地里向埃塞俄比亚提供支持 开战前 德国曾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大量的枪械和弹药 其中包括上万条步枪和数十门火炮 甚至还有三架飞机 开战后 德国仍然没有停止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 有那么多西方强国豁明豁烂的支持 意大利想获胜 自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能打赢确实不容易 参考资料 二战史 全球通史 北非战场 剑桥意大利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